嘎巴琉璃脆 这个不行 小孩不弄走 我们走 不行 我感觉他太粗误 他说话挺冲的 大爷相亲性的急 惹怒大妈恨不得当场走人 结果让人万万没想到 今天的视频各种反转 老铁们别着急划走 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相亲 李秀荣李姨 等着见着了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 名叫李秀荣 69岁李姨 每月退休金2000块 这红娘刚进屋 大妈就开始讲起 自己的饮食问题 我不吃肉 不吃肉 这啥肉都不吃 鸡肉能吃几口 就是猪羊什么的 我都不吃 猪羊 牛 牛 都不吃 一口都不吃 对对对 从啥时候开始不吃肉 就小到现在就是不吃 吃到我嘴里就是酸的 很臭的 同学就会 朋友就会大胜 就要吃素对吧 吃凉菜 比如有什么 都炖排骨啥的 我吃 吃个土豆可以 只要不排吃别人吃 那就没问题 为了让红娘了解自己的生活 爸妈当场给红娘炒了一盘萝卜丝 我炒的萝卜条了 对 你尝一下 哎妈 这能好吃吗 一样 尝一下 好吃 你这都放啥了 啥也没有放 就在酱油盐 就放点油 你这一般 你说萝卜都炖什么牛肉吃 你这么单吃啊 你尝一下看好吃吧 我尝一下 有点淡吗 不好吃 不好吃 你也不好吃啊 好吃 好吃 你就觉得好吃啊 对啊 你这可香了呀 多情乱你呀 多甜啊 大妈你确定你是不爱吃肉 不是不会做饭 人家素食主义那么多 我也没见过这么吃的啊 大妈跟前夫已经离婚二十多年了 一直都没有在找过 大妈平常为事做 就喜欢听听言情小说 这都是我听过的吗 赏婚的 赏婚总裁七月七月 赏婚老公睁开眼睛了 相信当天豪门继承人拉着我领帐 对 就都是霸道总裁这种类型的 就小姑娘愿意看的 现在的大妈已经习惯了孤独 可年纪越来越大 看着身边的同学朋友一个个离开了人世 大妈担心自己哪天有个意外 连着打电话的人都没有 楼上老有人死在家里 我就害怕了 我们这楼上死沙拉 都是家里没有人的 就都是姑娃老人 那算是 对 都没有伴的 都认识吗 都认识 老江家是怎么的呢 他在那个屋里来回走走走 他就躺下来 他儿子给他家安监控了 看着了 看着了 在剩下那就是家里没有人的 这去打电话找他 找不着找不着 就给他儿子打了电话 他儿子给北京回来 那屋里臭走廊里都臭了 那么大妈想找个什么样的老伴呢 找一个心眼好的 没啥脾气的 挣钱多少无所谓 别喝酒抽烟的 散解人意就可以了 你就是在条件上这头不调 不调 只要人心而好就可以了 看来大妈并不在意物质方面 只要人好就成 于是红娘给大妈找到了汤大爷 大爷74岁离异 退休金3300块 大爷以前一直在单位居住 迟到一月前 三个归列盒子给大爷买了套房 大爷很重视这次相亲 专程找到了朋友来帮忙做顿饭 大爷以前是在念工厂开店产的 这咋选上开的一个店 我一开始去了 参加工作的时候 就把这帮小孩都讲到框桑桑 叫我们剪石头 实际叫我们剪石头 我们那时候也不懂 就是考验 看你谁能干不能干 能不能吃苦 我当那时候我就说了 我现在我就分个好工作 然后我就挑大了套 我那时候才20来岁 那家也有劲的 套多少斤石头 就能绑中多大就绑多大 你绑多大 我绑的法治众说都是100多斤的 绑了三天 完整都回去了 开始就分工统了 领导一看 说挺能干的 说他不怕买菜 给他分 让他开电厂去 凭借着吃苦耐劳 大爷分到个好工统 开上了铲车 这个工作非常辛苦 这嘎巴流里脆 就不行 小孩不能弄走 我们走 不行 我感觉他太粗 他说话挺重的 大爷相亲性的急 惹怒大妈恨不得当场走人 结果让人万万没想到 大爷这个工作 不单单是辛苦这么简单 在三点上 那个500来米高 583 就是平常常的 白天也得25度 在那三点上 就穿这棉裤 就像穿一张紫 动了那手拿锤都拿起来 完了还有毒 那时候这人嘛 不懂 还灰身大 没事 灰身大没事 就因为空气中还有毒气 大爷的老朋友 没有老同事们相继离开了人是 挺好 现在没人了 都死了 我无罪差人 有病的有病 那个那个啥走的走 大爷说 你这一说这个感觉 心里肯不得劲 哎呀 现在就找我们那些老友啊 他这都岁数小的了 跟我都不是一个党次的 跟我一个党次的 1000人里头 现在都没剩下50了 但是说起我们国家的建设 大爷非常感动 一辈子没有白肝 老同事们也没白死 那就是国家强大 强大起来 你看咱们现在的航空事业 咱们的那个什么 那个火箭 是不是 军工 你看咱们像航母 多厉害呀 就是为国家就得制讨了 现在我也感动 一无啥一倍 一百个 世界国家确实 也做出一些国家 现在的国家越来越昌盛了 大爷也退休了 平时没事做 他夏天就会出去钓钓鱼 冬天在家逗逗鸟 日子过得也算平淡幸福 大爷跟前妻离婚二十多年了 如今在找老伴 他想找个啥样的呢 啥样都行 就心眼好就行 我不看那个 就是长得多漂亮呢 是怎么的呀 那个都没用 他就不当饭吃 是不是 就只要就说啥 你跟你俩一心一日过日就行 年龄啥的有要求吗 年龄咋也比我想到四五四 我要的是人 过的是日子 是不是 就是俩人在一起 和和气气的 安东晚年就行 大爷也没有啥要求 只要能踏踏实实 跟自己过日子就成 于是红娘决定安排两人见见面 看完互相有没有演员啥的 你好 五姐这么年轻啊 年轻啊 那帮忙 你赶紧救不住 你说朋友 然后说那今天 说你自己说 那个吧 是我们单位的 那个是我朋友的爱人 我把他请在那里说点话 哎呀 你还挺客气呢 我做的不行 哎 所以说你干啥 我早上来 他那个还有几个菜 那个姨能吃的 因为姨平时 我吃完饭了 你吃完饭了 你多少也来点 大老爷来了 你这一会儿不吃 很客气 我能吃这个 你能吃 是不是 这个人女儿来了 有人招待 等他整几个菜 好像挺重视 是吗 看到大爷特地准备了饭菜 招待自己 大妈觉得大爷还挺重视自己的 大妈不吃肉 又吃过饭了 所以没吃几口 结果大不累了 你这点面子不给 人家两口子忙活了 一早上 不吃 我吃饭了 哎呀好 那个凉快饭你不咸 嗯 挺好的 这咱说你活饭点 因为啥 你给我点面子 也给你们点面子 大伙都胆子咋 咱活人喝的 就说啥 我不吃啊 你也没吃吧 你拿几块给张三里 说家伙的 我就是吃过饭了 我不是装奖的人 我这人呢 也是挺直爽的人 今天有饭 我是吃饱了 我就不再吃了 是吧 听到大妈的解释 大爷心里也舒坦了一些 于是便直接问出了自己的问题 嘎不溜里脆 就不行 我们走 不行 我感觉他太粗 他说话挺重的 大爷相亲性子急 惹怒大妈恨不得当场走人 结果让人万万没想到 大爷上来就学问大妈对自己的看法 这事先问你 你看我这人 你像中的 爱自己 就这么直接了样的 身体还挺好 身体还挺好 就是看我们这人 咱就吃饭 你是领域的 那领域 你就看看吧 你也别管怎么的 你就看我这人长的 这你可心不可心 哎 就行不行 那你这身体挺好 这小伙子在这给咱们录像一下 完了咱唠点正题 我刚才问你两遍了 这是第三遍 你看这人怎么样行不行 我说那你身体挺好的呀 哦 呢 我说成了篓子 你说跨脖轴子 大爷对这个回答非常不满意 大妈真的解释了 只要老头身体好 我就挺满意 我都说了他身体挺好的 就可以了 大爷还是纠结演员问题 你到底是看上我没有啊 挺好啊 好是归好 那也不能说是马上 演员也行 不能说是马上 哎呀 我就我喜欢你 不是 那不是那个事 不是 是吧 听到大妈这么说 大爷开心了 咱们留个电话 联系联系 出一段时间看看呗 行吗 出着看看也行 出多长时间 出多长时间 哎呀 哎呀 你半年也是他 一年还是他 师傅 嗯 师傅 你的现在 唯一出这段时间 就让你大姚母 这有个时间呢 本来以为两人 就这样相亲成功时 接下来的话题 让大爷立马 变了脸色 甚至把大妈气的 当场叫走 就是我爱打个小麻将 大麻将打多少钱呢 这是一百的五十的呢 有的那个打麻将哈 不老伴儿愣了 反正有人给我做饭 我就去玩去 八点钟出去打麻将起来 没打完 中午十二点回去做饭 是吧 打到下午一两点钟 中午吃饭 回来饿得够呛 你给我做饭没有 有时候上午玩一锅 不算玩我输了 下午我去捞家 这又去了 到晚上说过啥 听到大爷这么说 大妈也连忙解释 自己是正经过日子的人 不可能家里啥都不管 天天去打麻将去 结果大妈还没解释完呢 大爷又问了一个问题 听说实话老干的 你一个人打麻将 能赢多少 能输多少 那说不准 不是 真说不准 我能说准了 因为叫谁拿去了 叫那个台费收 我没有文化 但是我懂道理 咱们走吧 听到这话 大妈也生气了 拉着红娘就要走 看到两人落崩了 红娘赶忙劝说起大妈 挺直的 但是她挺倔的 咱们有事情做 咱打麻将干啥呀 哪怕咱出去做一块小地呢 而大爷这边 他的朋友们也跟他讲起了道理 他不可能说 他都得就这些钱 你都得就这些钱 他不可能独立了后续 我怕他那个总玩 就是总不一样 那你说呢 明天咋咋 他不敢留着 他不可能说 我不来留着 我今天再打麻将 不可能 经过几人的劝说 大爷也想心平气和的 跟大妈说清楚这个问题 可此时的大妈 觉得这件事情 已经不是打麻将的问题了 这个老头脾气也太大太直了 以后我要跟他在一起 不得成天干账吗 两人的相亲就这样失败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看北方中老年 相亲的可以关注我 持续更新 光混三年 母猪在貂蝉 大爷你的直接拜 倒在大妈石楼群下 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开了 放话就是要伺候一辈子 牛都没你能吹 今天来相亲的金大爷 今年58岁 每月工资3600元 有房 要不说是你大爷 相亲都整出了好大的阵仗 一屋子的妻友团等着红娘 那给大爷是一顿话 我已经很脏 啥事都很出头 啥事出头啊 你看你有病有灶呢 你啥 只要他值得了 一病死 无私奉献 谁有病有灶啊 我有病吗 你有病的学生 他咋表现的呀 你有病的他咋表现的呀 你拿钱呢 我身边 当时这个经济挺长的 他吃了以后 给我替我交住院费 这五千块钱 你给没给大爷呀 给他不要啊 他就无私了给他送钱了 神仙下完呢 金大爷头顶的光圈 都要盖不住了 要不以普渡下小的我爸 大爷可不仅是个古道热场 而且还十分懂得品味生活 就两个字优雅 我发现大哥 你看你这个屋报虽然不大 家里头养点鱼 养点花 挺有雅性的 这茶也喝点 总喝 这是你平时的爱好啊 对呀 咋这么高雅的这些爱好啊 以前留下的根呗 结果南方那边带过来 在深圳那几年 天天给你喝茶 大爷你这爱好还挺特别 咋跟一般老百姓福态一样呢 一看就知道是个高端人士 我不其然 大爷曾经也是个想当当的人物 我原来一直做生意的 我做手机的 就9900的时候 还是大棒棒的时候 就开始做手机 就是手机最早款开始 对对 那是大概是哪年的事 96年97年 年能挣多少钱 五六十八 在长存 干几年就上身子开工厂了 哎妈呀 人比人气死人呐 大爷的眼光那确实牛逼 这还没完 绝下低筒筋后 大爷就开始走上了人生巅峰 总看天天看 就看手机哪个 卖得快哪个啥的 你不就能看出来了吗 看了两月 你就知道这东西怎么做了 王母就开工厂了 假如说这个 这个价来了 都来了以后 我们自己 各那那几个 我住那些 住那工人 工人家 他在庄上 王母就拿了柜台 就去批去了 顺利的话 就那时候一年的利润 大概能够多少钱 五年 这是四五千万 大爷你看我柜的姿势标准吗 不知道您还缺个小弟吗 端茶到谁 我还是很靠谱的 可惜好景不长 神仙也不能长久 大爷很快走起了下坡路 曾经的千万富翁 很快变成了零元购 一次我们在香港接的货 这个手机来了以后 假如说我们看这个手机了 我想要这个手机 我们的叫拍卖那种 没判准 货不值那些钱 一下赔了 那一户贵 大概是多少 得两千多万 这一次没看准 下次又没看准 那么一招 这两次一下摘的 大爷你这眼光也没有很准呢 人失忆的时候 干啥啥不行 钱没了媳妇也可以了 离婚后 为了初衷的儿子 能继续申透 大爷便卖了两处房产 然后浑身上下 就掏不出一个子了 如今人到晚年 大爷就想找个老伴 稳过日子 那大爷对老伴 有啥要求呢 这还不简单呢 红娘给大爷找到了 今年50岁的周大妈 大妈就想找个有房子的 这金大爷那不妥妥合适 还等啥呢 赶紧见面吧 大妈那是相当的满意 这种有生活情绪的男人 可一定得抓住 没想到大爷比他还猴急 发誓要展现自己的实力 挺满意 心里没得意儿 看着就特别大发 然后就感觉 应该是见过世面的 然后我哥直接就说 哎呀这个我可疼 大爷可是个行动派 说要好好表现 绝不含糊 这手法这熟练度 大爷一看就是老海王了 聊起没来那时没得说 大妈招架不住大爷的公事 赶紧转移话题 说起了自己的情况 这个是做美发的 就是孩子买一个一楼 也是小两居的 在一个卧室做工作室了 我常是第二家我开的 什么 把狼 你啊 那也开的把狼 那对 你怎么没人听书 我八六年的时候 三年复原的时候 八六年开的 我剃头烫头啥都会 女士的头 对呀 新大地的 那么法郎你知道吗 知道 那是我小的小公 给我洗头的 开新大地学校那个 真就瞌睡了 有人送人到 有够巧的 大爷找到了突破口 开始展现起了 自己的经济实力 这个洪湖广告公司 做这个等车的站牌 每个哪站不都有吗 站牌 后边的大牌子 我们的广告 整那个 然后你 现在应该没退休 没有 没有 那你这个社保也是自己教的 对 我买断了 在哪上班买断了 热力公司 退休了三十天 退了 就是工龄 大概工龄长 那是开法郎以后啊 对啊 你喝点水 对 能吃两家人 谢谢啊 你也要来客人 能家 不是 这寸 大爷的小嘴抹了蜜 直接填到了大妈的心味 但大妈还有自己的小酒酒 我没钱没房还没劳保 你能看中破 我是真的一份劳保没有 不用 我给你啥也不用 你放心就行了 你有没有都无所谓 我 吃了你一杯了 没强着吧 我 就只要你先带 就不知道 对对对 钱都给你 连我挣的钱 我所有的东西你随便花 你自己能买 你想花买衣服随便 我不在乎钱啊 我告诉你我有过钱 有过 好钱吗我有过 过去的事 我现在趁一年没有了 也是塌了 这就是缘分 我想跟你好好过 真心的 我对你实际上 大爷你这是老母猪带胸罩 一套又一套 大妈直接被大爷的话打动了 毕竟现在的男人都朝前看 像大爷这样的冤大头不多见 大妈心里那叫以心花怒放 我也给你画个饼尝一尝 咱被说过去的生活怎么样了 过去就过去了 人活要活个未来 我的希望呢 就是说将来 找这个另一半 就是一定彼此要去 关怀 真的 就是说你对这个家 你对你找的这个女人 你认可了 你能把你的全身心 叫为这个家 就说白了就是 你要有担当 要有责任心 就是毛 一根毛 一根毛也不行 大爷你干脆挂大妈身上当的腿部挂件 这也黏住就没下来 虽然大爷想早日抱得美人归 但大妈总觉得不靠谱 咱还是要问一句 你讨厌你的另一半做些什么呢 不讨厌 他就愿意说 比如说你的女人 你讨厌他去做些什么 就是你不讨厌 他想干啥 他开心想做啥做啥的 没有讨厌的 没有 要是你没有讨厌的 对 你先去 跟家说 你去打麻将去吧 打麻将啊 就说他意思 对不对 据我了解大姐的爱好 就是唱唱歌 我就愿意听 情人眼力出息是 真就爱无极无碍 都说到这里了 大妈准备展示下自己的歌喉 直接把大爷迷死 我可以歌声 最拿手的一首 先唱一个 大哥这么欣赏你 先欣赏一下你的歌声 知道吧 来 好 有缘千里来行会 大爷和大妈 也终于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 祝福他们可以白头偕老 走到人生的尽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 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见 两人一条心 像从小夫妻一样 相亲现场 对于条件一般的女嘉宾 男嘉宾却给出暖心的承诺 那女嘉宾究竟是用什么打动男嘉宾的心呢 张喜民 张大爷77岁 丧哦 退休金每月3100元 住房面积180平 张大爷目前住的这个房子 是儿子五年前贷款买的大房子 儿子把老两口接过来之后 接着就有了下一步的安排 我还接过去年 还房贷呀 都买了快将近五年了嘛 这个房子 我来把我的房子卖了 咋整 这个儿子 这块儿不 就在住吧 我不是在找他 你告诉他 反正我这房子住的啥 他不在娘 这样张大爷的老房子 被儿子给卖掉还房贷了 无家可归的张大爷 只能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 原以为和他儿子一家三口一起住 能享受天伦之乐 但张大爷却说 他们在一起的机会是少之又少 这房子是多少瓶的呀 他说是180吗 还是上下吗 这还有个楼上啊 那么儿子不在楼上吗 他们不能上楼吗 他能上边住吗 他们在家有啥事儿不上去 一般我不上去 从来不上去 你住一块儿你都从来不上 不上去 这几年我从来呢 上的不超过五次 原来张大爷的儿子一家住在楼上 即使楼上楼下 只隔几步台阶的距离 张大爷也很少上去 为了不影响儿子一家人的休息 贴心的张大爷连电视都很少看 不仅不上楼 这些年他们连在一起吃饭的次数也少得可怜 这五年我们就在这儿做吃饭嘛 爷们都不超过二十多 之所以会这样 原因竟是这个 他们是爷们早上六十分走了 一般年轻不吃饭 单位有食堂 中午在单位吃 儿女们正是奋斗的年纪 陪父亲的时间很少也很正常 那如今的张大爷 对找另一半有啥要求呢 根据张大哥的要求 红娘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陈静伟 陈大妈77岁 丧好 退休金每月1500元 与女儿同住 陈大妈曾上过我们的节目 当年为了能给老伴治病 陈大妈把自己的房子给卖了 如今只能和女儿住在一起 每个月的退休金 她全部拿出来给女儿还房贷 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 陈大妈决定再向前迈开一步 刚刚见面 两人对彼此的印象都还不错 接着两人便聊到了将来各自的保障问题 你要是我有病出门儿女 闺女儿她都得拿钱 你要是啥话吧 人家拿了钱 人家不想的话 毕竟你讲话啥的 扣妈讲啥的 没有学人关系 我就说是喝 你说对不对 对 一听张大爷的这番话 红娘就直接提出一个考验张大爷的问题 咱要不说儿女呢 要不找老伴有啥事的话管不管 管这我得管呢 这老伴倒啥 我不知道到底啊 听到张大爷如此暖心的承诺 陈大妈非常感动 接下来 陈大妈主动的向张大爷介绍起自己的实际情况 想看张大爷会有啥反应 听了陈大妈的情况后 对此张大爷给出厂量的回答 听了张大爷这番暖心的话后 陈大妈的心里别提有多满意 对于金钱方面 他也给出自己的表态 我这老太就啥呢 你愿意买啥 你买回啥我做啥 我也不愿意给谁借我钱 不愿意借我钱 我还想叫你当家呢 面对朴实的陈大妈 张大爷也是非常的认可 接着陈大妈又对张大爷提出一个要求 你要看我衣服哪件衣服不好 你瞅我这眼 你就给我贴那衣服 我也不要就好的 就完事我 听了陈大妈如此朴实的要求 张大爷竟给出更加暖心的承诺 眼见二人聊得越来越投机 红娘也是见放插针努力的错 而张大爷又一次给出承诺 眼看两人的相亲 渐入家境 接下来张大爷说出的一个问题 让陈大妈犯起了难 那个七十三房嘛 我儿子给我卖了 卖了65万 我就说老爸 咱只斩树子吧 他不能把你撵住 对不对 不行 过来你必须要顾虑 因为我这孩子 我现在就是就怕跟孩子出现的什么玩意 陈大妈担心和张大爷的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 将来会不会产生矛盾 对此张大爷直接给陈大妈吃了颗定心碗 不用担心 我这老儿媳妇她也当心的 那皮 儿媳妇皮也好 没啥忙 吃饭跟儿女在一起吃 我不跟你说了吗 这四年了 我四块人吃饭不超过三十顿吗 疫情以后不和儿女们在一起吃饭 陈大妈的顾虑终于完全打消了 他更是给出了自己的态度 我们得拿他们当孩子一样 因为我跟你俩在一起生活 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我还是孩子 我就是这想法 我陈大妈如此敞亮的一番话 张大爷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最后两人的相亲宣告成功 老铁 对于这场相亲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你照着给我点 那也不能就这么就 我就这么就来了 那你花个两千两千三千的 你干吗 那两千三千的 现在这东西太了 你越说一遍 那我就不好说了 那你说咋做 对我真有反感 目的不存 目的不存 相亲大妈太贪心 见面就问大爷要房又要钱 自己啥都没有要求还挺多 结局大快人心 这次来相亲的是七十岁的李大妈 大妈没钱没房没劳保 正儿八经的三无选手 大妈现在是耗子搬家 要啥 要啥没啥一心只想着找个条件好点的老头 来改善一下现在的生活 毕竟自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你还找个啥样人啊 你还找个啥样人啊 找一个脾气好大人能有包容的 年龄七十五 我房子让我下了 我没有房子 我没房子 因为我这个没房子 你这没有房子还没出白眼 你不是家了 脾气和年龄都不是问题 但是对方必须得有房子 能不能发家致富全靠未来的老头了 红娘马上给介绍了七十一岁的赵大爷 大爷退休金三千四 自己还有一套七十七平的房子 可以说是完美的符合大妈的择偶标准 谁知道俩人刚一见面 大妈就没相中 感觉他有白天风 没丑啊 白天风没丑的心里 就想我就不得见了 就是可能孙子是说国际 回头就走了 我就第一眼就没有眼影 大妈咱出门是不是没照镜子 自己和那非洲挖矿刚回来似的 还挑三解四 你要是个男的 还不一定有大爷长得好呢 既然人没看上 那就看看经济实力怎么样 大妈刚上来就开始打成房子的事 房子是自己的 目的不存 只有归宅房子 让我实际住 然后就上来就问我房子 我就有点个心咯噔噹的样子 房子是事 你问我这 你咋好意思说呢大妈 你是来找老伴的还是来找房子的 再说了要是真诚了又不收你租金 怕老头走了你继承不到还是咋的 但是人家说不是说了吗 就这房子你住没事的 我认识你住的是终身的没事 你就是说得敢明 说这房子归你呢 咱不敢说 那我自己没有房子 应该没有房子 这卡哪咋的轮的 这也不是个假 大妈咱都一把联系了 就别惦记老头的房子了 长得和大爷的亲兄弟似的 咱怎么想的比长得还美呢 要不是有红娘介绍 我还以为俩老头在这扯鼻呢 那就是假如说咱俩成了的话 这个钱咋经营呢 对我这有房子 目的不存 目的不存 我要来的话 其实我就不就来了 那你是咋意思呢 那是 就是说你 有了保证吗 你照了给我点 那也不能就这么就 我就这么就来了 好家伙 房子得不到 现在又开始惦记老头公司卡了 进来的这五分钟 继续没离开过钱和房子 咱是来乡心的 还是来找取款机的 那你花了两千三千的 你看嘛 哪能两千三千的 现在的东西太有 你如果说一千 那我就 不好说了 那你说咋多 我跟你说 我家中的你的人的话 我的十万八万都有 没想中的人 没有 人家老头一个月就三千多 能给你拿出来两三千 已经很够意思了 你自己要啥没啥 和你住一起 就像拜靶子兄弟似的 谁愿意找这样的呢 没可能吧 当初咱就当个朋友出吧 这都也是缘的 最后俩人也没牵手成功 关于这次的相亲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讨论 散会 但是 不够漂亮 不够漂亮 我跟你说实话 这女人她不漂亮 跟我做一句也不做不了 我就怪到这种场子 个不高啊 穿着打包 吐 吐 首先要我吃饭的话 我就不会来加款 我喜欢干净点的 你比如说像张子怡 那我肯定就不喜欢 真的 我就不喜欢那种 受的什么 还是懂意了 真的 我真的不喜欢张子 然后还拿一台 还得那个烧火墙 然后关键是啥 羊汤 山的红的味儿还大 咱们做买的要的是利润 我老家是长岭的 我妈家是农村 然后找对象呢 就还有她爸是在县里 那时候反正就说 哎呀 能过日子就行吧 也不懂啥呀 那时候才十九 再说呢 我们那块都那个习惯 农村 就那风俗 十八九都结婚 反正我就开个超市 熟食青菜猪肉都有 你知道我多辛苦 我每天凌晨两点钟起来 我就熟食是自己加工 我自己加工 我每天把那个熟食 都熟食完了 放锅里糊上 架上没了 之后我就 等着倒气驴 就到县里去皮菜 那是九八年 九七九八 九九年 那时候就算挺挣钱的 一天我们卖两三千块钱 例如还可以 得一多半吧 开超市之后 赚了点钱之后 给她买个车 买一辆车 让她下去收猪 我很傻呀 可长岭都知道 我最后一个知道 吃喝挑肚 九号就玩风了 哪年期的灵魂 那个是 反正我发现的时候 就是九九年 九九年吧 呆呆啦啦的 我们家也都说 说是你看这孩子 一个小女孩 她这样 你咋弄啊 你自己离了之后 带着孩子咋贵 你能干啥了吗 就这样也拖了几年 但是咋管她 她也是不行 有给介绍人 那时候不行啊 负担重啊 那个时候 公孩子都输嘛 也没有那个心的找 我姑娘反正也说 妈你一相忠就行 你一相忠是什么事 我相忠得是说人品好 有责任心 一心一过日吧 这是以前的缺失 我最看重的是这 进来吧 还有个小帽 我就一进门的时候 我就看着这也是习字 那也是习字 这块也整个习字 在我姑娘去年刚结婚 姑娘结婚 你今年是48周岁吧 49 马上49了 姑娘多大结婚 结婚挺早啊 不早了 我姑娘28了 29了 28结婚 那你结婚早 我结婚早 你结婚早 就怎么 整个你结婚早 还感觉不情愿 走了一下 那时候不小啊 不太懂事 二十生了孩子嘛 那时候太小了 那时候是在我们老家 老家那个时候上班 完了一个单位的 认识的 因为太单纯了 要跟现在这个时候 也不能说对你一点点好 就觉得挺好的 就跟他了 也不能 结婚婚以后 他不咋挣钱 不咋去干活 那你说一个婚 一个家庭以后 有孩子 得养孩子呀 一个家庭的生活开支 都不够啊 他东干点 西干点 反正就是挣不着钱 后来总打仗 也就不好了呗 我年轻时候 在铁路上班 干了四五年 说实话 我这个人嘛 不太甘心 那种约束 我自由惯了 就喜欢自由 想干点啥 想干啥就干啥 出来考驾人 养车 砸了都 干得太多了 然后上大连 做个餐饮 就是大众得 农家菜什么 但那时候年轻 菜又没做起来 说实话 那时求实说 那时候太年轻了 年少清皇 那时候赔十来万吧 那时候钱先往十了 我责任心不是那么重 对家庭不上心 那时候 我不想撒谎 我实实求实说 愿我 那时候吧 他万人 他特别喜欢孩子 我恰恰相反 我当时就遇到 要孩子压力大 所以说干脆 我就那时候就不想要了 但是结果那两千年 属于一万回孕 带哥就告诉我 说男孩 我就想那些 我说那就要吧 他提的 说离婚吗 我也求过他 我说别理了 因为谁喜欢离婚的 谁不愿意 但是后来也没办法 看他压力大 我说那就离吧 但是他还要大了 尤其我做这个 现在你也看到了 我这个生意 找一个正经 张八经过日子的 一心一意 你每个女人 这个子路 它不是个家 就生意也是一样 你弹枪匹马 就这么忙起 是吧 但是他必定 精力还是有限 体力 对不对 亲人 亲人 你好 来 这是介绍一下的 这是张红亮 你好 对 大哥 然后这是唐直凤 唐大姐 这是没到饭口呢 是不是 没到饭口 我现在周一而起 领一个大姐 看看这个店 看 随便看 看 看挺多年才演的 说话坏了 小说什么 还有看上看什么 想到外面 想到外面 他感觉 我刚才看你一直瞅过 第一眼 你办不办 说什么 看不上 说话两个就感觉 第一眼就没有演员 那你得跟我说 这个大哥 你看 就是演员这个东西 一人一个样 我喜欢那种 就是胖一点 少胖一点 就是风版那种 你知道吗 假如你就举例个明星嘛 你比如说像张紫怡 那我肯定就不喜欢 真的 我就不喜欢这种 受的什么 懂意了 这真的 我真的不喜欢这样的 像我们这个老爷子 这一代人 明星啊 这都是我的喜欢的块 但是咱千万别误会啊 所以你一个 你个小老头 你还这个大明星 大明星 我只不过是 告诉你 你在脑海中有个印象 我亮哥想要什么 找什么样什么样 人也没想成 店也没想成 现在人差在哪 个不高啊 穿着打扮 吐 吐 我就喜欢干干净净环境的 首先要我吃饭的话 我就不会来加款 我喜欢干净点的 像说那搭搭搭 叫什么 地摊 摆地摊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来不了 根本就不行的话 那就是往下挂去 不要谈了 可以做朋友 可以做哥们 做什么都行 两个人自己就好说 你跟我做哥们 什么事都行 我说对不对 我说这么说可以吧 可以 张红亮张大哥 潘红艳 潘大姐 你好 挖个手 欢迎你啊 好久了 眼眼挺好 然后那这个环境呢 环境可以 饭店就这样吧 挺干净的 还挺好 那地方啊 然后还买菜 还得那个烧火墙 然后关键是啥 羊汤 山的红的味还大 咱们做买卖要的是利润 不赚钱环境再好 那咱也干不了 这上火呀 太感谢 再说实话 我真的很激动 身高和这个身材 还有这个开朗 善解人意 这都可以 真的 亮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个人 这是个 真的不会有标准 我感觉 他很肯跟我一起奋斗的人 但是 不够漂亮 不够漂亮 自己大姐的长相还不好 年轻漂亮 谁跟你吃热辛苦啊 就这个小看店 谁跟你着热 自己挺冷 我都动手了 可能你这样说 这个优秀是不是太高了 真的 高了 确实高了 那也没办法 这都我前进不了 真的 亮哥可能觉得 我色彩也太挑了 你还说实话 就那么大 她也漂亮 我怕这个人 天生可能就是一种病态 真的 我认为女人就那样漂亮 真的 就我跟你说实话 就女人她不漂亮 跟我做哥们都做不了 我就怪到这种程度 就我身边的女朋友多 就从哥们那种 帮我同学什么的 基本都漂亮 你就是 就没有眼神 就不漂亮 你跟我做朋友都好费劲 就过去我那几个 真的个个都出来把碎 都是领出了没有一颗 真漂亮 真的有人说 亮哥那媳妇就一帮碎一样 我真没法形容 你要的不够漂亮 像你说的什么叶玉清 那种长相的 还得能过来来跟你在这个 开这个饭店的 有没有这样的女 那也没办法 这东西都前进不了 真的 那正好 看着她人吧 还挺踏实的 还可以说过日子方面还行 但是她也不适合我 咱们找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以后做个朋友 对 可以做 让哥们变成豪索 对于今天的乡亲 你有什么想法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 老铁们 喜欢星空店 给个观众点个赞 下一集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 老铁们是谁这样的幸运 让48岁王大姐敞开了心扉 摆出衣服任君采鞋的姿态 咱一起去看看 原来是58岁 同样姓王的王大哥 看来今天的乡亲 是亡亡相会了 不仅如此 与以往的节目不同 真正的红娘 档期出现问题 派来帅哥 一枚临时客串红娘 是不是眼前一亮 喜欢的朋友 请点赞关注支持 闲话少说 相亲继续 再来看王姓本家的大哥小妹 还真是一家人 进了一家门 情人眼力出西施 王大哥也是不住满心的喜欢 没有比相当的 可以更满意的描述了 其实这比起王大姐 对他的赞美还相差甚远 红楼梦是天上掉下一个林妹妹 老王家相亲是天上掉下一个亲哥哥 除此之外 王大姐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语 来表述此时的心情 单身多年以来 今天相亲遇到了本家的哥哥 而且是一见钟情 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主动介绍自己失败的婚姻 王大姐你也够奇葩的 你和前妇分分合合再分开 就不怕眼前的王大哥 怀疑你们死灰复燃吗 其实王大哥不是那样的小心眼 王大姐也是一个开朗善良的女人 当王大姐知道王大哥家里 还有个老父亲的时候 王大哥心里着实不安 那是因为上一个相亲对象 对于他还要与老父亲共同生活 相当的不满 最终导致相亲失败 上次的教训还历历在眸 那位大姐的声音还在耳边营绕 这可真是硬了那句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一方面说的是不希望与老人在一起 另一方面又表态不能不管 对于八十多岁的老年人 身边没人怎么能行 既然要管又不能在一起 这显然是个前后矛盾的伪命题 更何况咱王大哥不吃这一套 王大哥旗帜鲜明的坚决态度 令那位大姐直男而退 现在王大姐提出了这个问题 王大哥的心理自然是七上八下 一点底气也没有 总不能为了找老伴 做出出生不如的事情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两位大姐截然相反的态度 前一位那种内心会说不会做 这一位慷慨大方 以照顾老人为幸福 当王大哥听说 对方家里有个老母亲的时候 说出了令现场所有人动情的话 有时候看电视 人家跟妈什么的 我最伟大了 我肯定累 我说我现在找一下 他有妈 我叫你找妈 我心里顺着 他说这种感觉 我 你兄弟也有 是 有 确实 这两人对待老人的态度 是相当的一致 还真是孝子一双 婚姻生活不仅仅是要孝敬双方的父母 同时也少不了两人之间的相互关爱 你看王大姐看到桌子上面的烟味缸 就自然地关心起了王大哥的生活习惯 王大姐听说大哥喝酒 十分担心喝酒对身体不利 初次见面如果过分的甘愿 唯恐遭到对方嫌弃 也幸亏王大哥喝酒不上瘾 酒量不大在家不喝 每年主要活动喝一次两次也不是大问题 这下王大姐放心了 眼看着两人的相亲 逐步进入了正题 越落两颗心距离越近 眼见饭点逗了 王大姐主动提出要留下吃饭 王大哥自然是喜出望外 两人一起要去菜场买菜 当然也少不了小帅哥这个电灯泡 王家的哥哥妹妹一起来到菜市场 在电灯泡的光辉照耀下千挑万玄买好了菜市 二人像是老搭档一样合作 憧憬着将来的幸福生活 不一会香喷喷的饭菜就端了上来 看来这大姐的厨艺是相当的皮圆 烧菜都能糊了 这除了炊具不身手之外 那就是厨艺不经了 在王大哥面前也只有打下手的殊荣 俗话说 眼是关宝珠 嘴是是金石 饭菜的好坏衣食变质 老铁您看 情到神处为四脑 久违的笑声从房间传出 他们笑得多开心 已经相约共同走亲戚蹭饭吃了 这笑声中有他们对未来的向往 更有相依为命互相取暖的温馨 王大哥无法掩饰 一想将来做好饭 等候叫其回家一起就餐的幸福 王大姐听了 使出小女人的扭念姿态 博得王大哥的欢心 这还不算又开启撒娇模式 这一招更管用 没两下令王大哥开心不已 人一高兴 啥话都能说出口 王大姐直接做出一番 任君采鞋的姿态 这下让王大哥受用无比 相比王大姐的甜蜜 王大哥只夺不少 多年来无人关注 新起火了的单身生活 已经遗忘了谈情说爱的套路 虽是年过半百 可是经过王大姐的聊播 早已是春心荡漾 想起了当年影院 黑灯瞎火之下的浪漫 王大姐快一的应邀 那将会伴随着巧克力的甜蜜 爆米花的香脆 两人准备相拥第二次见面的幸福时刻 谢谢你的观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 官太太大妈来相亲 直呼大爷没档次配不上自己 本以为相亲就此凉凉 没想到大妈的一句话 再次迎来转机 咱俩不是一个档次 对 你俩挺般配 咱俩不是一个档次的 你俩挺般配 好家伙一下子比试了了 那么大妈牵的这红线能成吗 我们继续往下看 恩大妈 今年68岁 退休金每月1400元 有房 原先我们家这个屋板都铺 是拿地毯啥的 完这都撤了 当时的时候咱家里都是铺地毯的 对啊 咱家都是地毯的 我看姨咱挺精致的 我就注意到啥 你看这都餐桌上摆小花 还有一个 我看咱这个水管的 我看馋的小花 都得馋的小花啥的 我看屋里头 屋里头也是 你看那个这边厨房 我看这都是整的什么 馋的小苹果啥的 俺大妈去世的老伴是黄金厂的领导 像当年想住建这样宽敞明亮的大房子 没个一官半职还真不太可能 作为当年的官太太 大妈不仅住得好 穿的也是一件又一件 瞅瞅着走方 那可是大妈的心头 我看他就是生花 你把我跟今天打扮咱 是老多裙子来咱 老多了你瞅瞅这裙子 你看看 你妈这可老多了 啥事都有 这是啥营味 是胚子 大胚子 这是牛羊个用的吧 不是 这是从平时穿的 谁牛羊穿它 你陪让我看看 牛羊是牛羊服 不是你陪让我看看 嗯 这这啥季节穿呢爷 这个等这过两天就出去 脱没衣服了 一陪她不压风 这不斗风 哎妈 你这是打算穿着斗篷去 也没有偶遇过去玩吗 听话哈 这斗篷就别往外穿了 尤其是夜黑人静的时候 容易担责任 可大妈说了 斗篷穿出去不合适 咱还有皮草呢 这边也有 这都是啥皮衣服 钓 这个衣服你看这么多哈 这边还有了 这是 哎呀 这挂人呢 大腿 这大长腿 长的短都有 这平时我一看 这好穿好打扮啥 那可好穿的呢 哎妈 这就是我这个 底下 这底下 都一下 妈能不能抬起来爷 你看啊 爹 衣服老多了 你带上哪个历位看 都是我的 这里头还有 卖服装都没有我 这多呀 花里胡哨袍先见 不如素我一身娇 简简单单 大的方方就挺好 回想前半生 大妈很是知足 从来就没有 为钱丑握过 日子过得 更是人上人 是因找了个好婆家 这辈子就叫我老 十足了 我这个女人 我可真没白当 我这一辈子还没念过书 小小门都没当过 你说不 我个好不满足啊 别给接受的 我是小农村小姑娘过来的 就这么个计划 看到她娘俩就相忠了 她妈她都相忠我了 她妈是小小书记 她是黄金厂书记 这娘俩吧 人家这人想 给下上巴 都我们家 那家那屋修的 才好 才漂亮的 我说人家这家庭 这条件能要我吗 她妈说的 愿说农村小姑娘 朴实 能过日子 她说我们家 我们娘俩也不缺钱 人家那娘俩工资 都搞我那时候 咱们这一步走 走对了 找着男的吧 都刚刚想 话说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了 在那个年代 农村出来的温大妈 真的属于跨越阶层了 的确命好 自从走进这个家门 大妈的日子 一直顺风顺水 不仅结了婆婆的班 还有了城市户口 本以为可以这么幸福一辈子 结果丈夫和婆婆相继生病 彻底把大妈的美梦打紧了 我们家那人先生病 她是心脏病 她就是心脏不行 二肩半狭窄 总上医院的 和我们老太子不行了 我们就躺到床上了 这两条腿不好使 我们不能走 丈夫和婆婆相继离世后 大妈一个人在家 整日以为洗面 最后在儿子的劝说下 大妈终于决定 找个老伴开始新的生活 那么对未来老伴 大妈有什么要求呢 就找上午的 离离可不找 离离吧不靠谱 年龄吧 她比我大三岁四岁都行 不能有肚子 其实长胖得出那样 我一概都不行 担惊利索的 仇她挺有气质的 了解完大妈的词欧标准后 红娘找到了今年七十岁 退休金每月2700元 有房的张大娘 这是我们邻居 邻居啊 哎呀你吓死我了 我心里怎么还有一个 跟男同龄的 邻居是来帮着爸爸 爸爸关 大爷虽说远亲不如近邻 近邻不抵对门 可这乡亲把单身女邻居请来 这不太合适吧 不过说来也巧 这女邻居不仅是大爷的多年老友 跟安大妈以后有缘分 都是老四瓶人 不认识啊 家里这么近 没见过 没见过 我正式介绍一下就认识了 行不行 这位是张良生 张叔 这位是安静 安姨 欢迎欢迎 还好 叔那个总理 主动物手 没见过 这个吧 别误会 这个是邻居 我知道 这个别误会 这是邻居 然后过来帮大家 探摩探摩 办法关 或者咋的 一眼不丑 还可以 演员二行 安静 对啊 当然离不远 我们人家在黄金厂住 姓啥呀 姓白 一号一个 是白玉霞他们家 对 有 是吗 咱们你是 他们是我们人家吗 真是坐在着 遇见几路的 敢巧了 本以为都是熟人 为这次相亲开了的好头 没成想大妈下面的举动 让空气中充满了尴尬 你坐吧 坐吧 那 那四平杆也行 嗯 那一胆都 不要 那咱就走吧 咦 走吧 咋的呢 走吧 走 咋的呢 我闹了 走啊 这不刚刚认识熟人吗 那是 熟人 看着这个就行了 走吧 不是 不是 不是你这闹的熟人呢 可是我认识人呢 你咋不往下闹了呢 这又是几个意思啊 是觉得这大灯泡太闪眼了吗 眼儿也差 加条件 不行 加条件咋不行 每个都不行 看来这还是去世老伴 给你留下的后遗症啊 大妈 虽然前半生咱们好找了个当官的 可这岁数了 脸上皱纹都能夹死闻子的选手 当官的能要你吗 怕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啊 可大妈说了 我有我的坚持 领导工资高 在说年纪也有素质 像他就供应 他能有多少钱呢 我现在劳保工资也不高 一个月2700块钱 不到3000 还不到3000了 但我没有 我没有机会 我维持这样就不算劲了 这他多年 并20来年 那推药金方面 咱希望是找多高的呢 多好的 那也找一点到 4000多5000多的 那我还说第一了 当时咱老爸 退休金能开多少啊 现在活都开一万了 我看你当了 这么多年的官太太 素质没见有多高 房梁上格屎盆 架子倒不小 可大妈又又又说了 没办法 咱才是一个吹牛逼 有的是钱 丑丑咱这穿的带的 这老头还真养不起 像我这样消费的 水平他能达到我吗 对不对 就这么一个小孩 他都整不起 他能整起吗 这个金戒指花多少钱呢 这还有金表 这一还有金表呢 这个戒指多少钱 这个好像谁都花多少钱 这个不大太多吧 这个花得多 这个多少钱 这个花一万多了 这个戒指一万多 这赚实点 这个金表呢 这金表呢 这花花一万了 这一块表啊 啥表啊 金表吧 全是金的 这真是小了 留着给家做饭 那这刚才在家都没给我展示啊 这是啊 我还都没给你展示 哦 不对不 咱俩不是一个党次 对 不是一个城市 不一个城市 人家不愿意 咱就拿到 如果真联到一起以后 他老拿咱们审慕和他以前的书 当书记的丈夫 对照 比较 咱们和他 在一起的话 就说明我高攀他了 他有点高不可攀 那个意思 大妈 如果觉得不合适 那就礼貌结束 这么啃着鱼骨聊天 话中带字 只能显得咱太没档次 下回乡亲要讲点礼貌哈 本以为 这回乡亲使可狼遇到放屁的 空欢喜一场 没成想 俺大妈的一句话 让大爷的乡亲又迎来了转机 你俩挺本配 我大姐 我愿意 说我老伴多年邻居了 那当然是 所以说那一小子就光电娃娃 那你挺年轻的 你姨是单身吗 单身 你真是单身的 他老伴 是 我大姐 大姐夫走了 真是单身的 他现在给你凑凑凑凑 我还跟我大姐说 你要想出的话 跟孙健说一声 进回楼台先等约 他俩就报个名 我进屋我就说 您俩合适 就这样 这一段时间 真是单身的 你真是单身的 老伴是走多长时间了 走一年零几天 走一年零几天 一买 真是吧 那正好 您俩还硬 等会儿 先等会儿 先等会儿 咱就先锁个 你这么难 你这么难以来 你跟我说这么多 这么难门我关死了 我私下里问他 这小红娘挺幽默 这么是关死了 回头还不是全网直播 既然说到这份上了 邻居大妈到底是咋讲的呢 这个想法 我都没敢往那方面想 是 听他说的 他说我俩挺般配 他说我俩挺般配 我要是跟他俩出的一样 我也没啥意见 跟他一般多 我两千七 我不想到政治上 人要好的话 那你要是汇过 两千多也够用 那我俩五千多钱 不够花吗 你像我这世事大了 也不想买啥穿 买啥带的呢 这都有 咱也不能显示这些 我这就识会嘛 那在那个今天之前 你从来没想过 从来没想过 那要想 还用介绍头就倒一块了吗 自己都没敢想 没想过 可拉倒吧 没想过才怪呢 今天来是不是就是为了截胡了 话说回来 大爷大妈 知根知底确实挺合适 那么大爷又是怎么想的呢 知根知底的 就是太熟了以后 我没法下手 那多年了 赶上哥儿亲大姨子了 亲大姐了 和我老伴这么多年走动 接着俩就多个脑子插个性 像一个人似的 咱咱能往这方面想呢 你想一想 一辈子的情意 就是朋友这个感情 如果说出 将来走到一起 两全其美 是好上加好 万一呢 就是说 有个挫折的话 把朋友这个感情都会淡薄了 是吧 是不是能以后啊 我刚才表扬他了 乱点冤影谱 哈哈哈 人家也是好心 人家也是好心 人家 我大姐来给我把关来看汤了 就是说 那行 那咱就送送送 送送一把好不好 好 送一把 哎 最后大爷大妈的相亲 以失败告终 但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虽然当时大爷的顾虑太深 没能跟老友牵手 最后双方的儿女吃的后 把两人撮合在了一起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哈 咱们评论区见 我想找个老婆 不跟我分心 如果你女方没有钱 我不指望 但是这女方如果有钱 你不应渴望出哪 你就找你的小分子 这个不行 那你有钱 你能让我知道啊 我要你知道啊 我还先没有 剩下的都是你 相亲现场 大爷再次给大妈做出承诺 自己的工资存款走后都归大妈所有 那大爷的这份真诚能否打动大妈的心 老铁们请先别划走 下面开始今天的相亲 邓秀珍68岁 丧欧 退休金2500元 住房面积50平米 我看家里面积50平米 我看家里的病人都归大了走 猪耳比雄 就我家老公突然的就没了 没了之后 就是自己孤单的 往我那闺蜜 也给我抱着的 六年前 老伴因新疼突然离世 想起当时的情景 邓大妈到现在仍心有余悸 短短十几分钟时间 老伴就离他而去 这一突如其来的噩耗 让邓大妈整个人都懵了 当时的大脑是一片空白 老伴的突然离世 给邓大妈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让他在悲伤和遗憾中迟迟走不出来 六年来 老伴的身影始终出现在邓大妈的记忆中 让他久久不能释怀 但时间是一味最好的良药 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 邓大妈有了再找个老伴的念头 那如今的邓大妈想找个啥样的办呢 了解了邓大妈的择偶标准 红娘决定马上安排他和陈大爷见上一面 刚一见面 邓大妈对陈大爷的印象就不错 但陈大爷对邓大妈的演员却一般 咱就说实在的 演员不是那么太可惜 你咋趋势份吧 但是唱歌演技 说话要喝喝了解了解 还没等陈大爷坐下来 邓大妈竟直接做出下面的举动 我给你拔个橘子 姐姐渴 喝不喝水 不喝不喝 谢谢啊 客气 渴到这有水啊 邓大妈之一暖心的举动 让陈大爷的心里感觉很舒服 接着邓大妈家的小狗 也来给邓大妈助阵 你抽怕你奶奶 你妈怕你跟起来 这个欢迎这个爷爷看来 知道就是爷爷给奶奶做伴来了 看来不光是邓大妈自己 就连他的小狗都相中陈大爷了 你家那个先头这老伴呢 哎呀死六年了 都没六年了 没六年了 一直我没找 我老伴去世两年了 邓大妈的老伴在六年前去世 陈大爷的老伴去世一两年 相同的撒偶经历 让两个人的心又向彼此靠拢了一步 尤其是陈大爷说起老伴去世后的感受 更是让邓大妈产生了共鸣 每回回家到那个开门进屋 老伴都看不过 是不是 进屋呢 起码说话老伴 是是是 心里有个谱子 对对 两人 两人吃饭 对 老客人 做啥呀买啥呀 哎呀 两人吃饭吧 西洋 一人吃饭吧 就是吃最后西洋 你跟谁说去 两个人真是越唠越投机 似乎都在对方的脸上 找到了从前老伴的影子 邓大妈更是直接表达起自己的心声 我现在就是咋的呢 这是把这阴影走出去的吧 先找一个伴 咱们实心实意的 对 你对我好 我对你加个个子 两人互相有个照应 一个人不好过 说个话 闹个嗨 那啥子 既然二人如此投缘 陈大爷更是趁热打铁 说出他的候鸟计划 还没等陈大爷说完 邓大妈直接给出爽快的回答 你山南海北 你往哪走 我都跟你走 但是这个家不能的 这个房子 就只能咱俩住 愿意啥事不住 今天冬天去不去 去不去了 如果咱俩能走到一起 那听你的 你是顶梁住 听你的 看来对于将来在哪 生活的问题 二人又是一拍即合 下面就剩下最后一个 关键的问题了 对 在经济各方面 咱对我有没有啥要求 没啥要求 只要咱们过日子 观察呢 对于经济方面 邓大妈对陈大爷 没提出任何要求 而陈大爷再一次 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我想找个老伴 不跟我分心眼 如果女方没有钱 我不指望 但是这女方如果有钱 你不应渴望出哪 你去咱你的小分子 这个不行 这个我俩是分心眼的 既然不让女方咱小分子 那她自己的经济能透明吗 那你有钱 你能让我知道啊 我要你知道啊 我的存款也好 我的公职也好 都搁在一起 就是咱俩的 我还先没有 剩下的都是你 听了陈大爷如此 真实而坦诚的表达 邓大妈也给出了 自己的观点 我也不分心眼 找一个老头 你跟人分心眼 人也不傻呀 是傻也别革心就行 见邓大妈 样样都和自己的心意 陈大爷对他的满意度 也大幅提高 老师 可以 他一看样 也没有什么太过分的要求 加点分 加点分 多少分 85分到90分 就在大家都以为 二人的好事将近时 邓大妈提出了一个问题 却让现场的气氛瞬间改变 会不会抽烟 抽烟吧 得说啥 三十年以前我抽烟 三十年以后吧 再从来就一颗烟都没抽 记了 我老头没了之后 我把烟学会了 这个我记忆 我不喜欢这个味道 对于邓大妈会抽烟这件事 陈大爷表现出明显的记忆 那邓大妈对此又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那就不抽 吃完 饭不吃不行 烟不抽行 可以记忆 为了陈大爷 邓大妈甘愿把烟戒掉 看来爱情的力量 真的可以战胜一切 假如说大哥 咱俩要真诚的 那你要对我好 那我一天 高高兴兴 高高兴兴还抽啥眼呢 大哥你是啥意思 同不同意 我有啥不同意的 那你要同意 我能不同意吗 最后二人的相亲 宣告成功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如果有喜欢的老铁 请给我点个赞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